接下來我會講Consignment Consignment 我們有IN的 IN的意思是你支援給你的東西 一般來說應該都是鑽石比較多 Consign 給你 你還沒做Consignment 之前 其實你應該去Master 石的類型那裏 先去Core一個號碼 那你怎樣製作呢 那你就選擇寫類 接著INPUT BY MANUALLY 譬如你今次是C.I.000010 第十個包 Carrot Pieces Description就隨便啦 就這樣叫Diamond Course是暫時沒有先 因為Consignment 然後你Feel 譬如這個屬於鑽石 形狀不知道 顏色 都是不知道 正度都是不知道的 Size 更加都不知道 因爲它都要你T 然後Save 不好意思啊 剛好有點不停 那我試試用第二個 十一啦 好沒有 那你拿了Number 了 然後走回去Consignment IN 跟著 Add 這個過程呢 你選擇哪個Support 那譬如你有個 嗯 隨便啦 Objective Jewelry 這個 Support 港幣 那你主要都是石頭 那你 開頭進去哪個倉 你就 Core一個Consignment的倉 進去先咯 千萬不要跟你那個大倉 因為那些是未確認的東西 那 然後你再加回 剛才我那個Number是Ci 000011 是嗎 是嗎 那Description 隨便啦 我就再打一次 那你進來多少 100卡 去話 3000元 去話 那你先把價錢搜尋 跟著Save 那沒有問題啦 你就再Confirm咯 那Confirm呢 Yes的話呢 它就會 和你入倉 就入了這個Number 是嗎 那你會見到這張單 那你可以Print 用不同的方法 做一個Confirmation 是嗎 那你之後怎麼做呢 譬如你會做 你會做Selection 的嘛 和Reject的嘛 是嗎 那你Selection那些呢 就是等於你會做Pertrace 咯 Reject那些呢 就是會 退回給它咯 明白 那你怎麼做呢 你可以Edit 拿回這個Consignment Number 是嗎 那這個唯一呢 Confirm的東西可以讓你Edit 那你照OK了先咯 然後選擇哪個包頭 再Edit 那你見不見到 右手邊呢 我們會有Purchase和Return 那舉個例子 你篩了出來 那當然你當然要去回你的好倉啦 譬如Hong Kong Stone 那你進去的Number 不會用CiNumber的嘛 你會用你自己的Number 可能是篩了出來 就是這個Size 7-7.5的西號 白色VS1 圓形 那可能你要30卡的 你跟它講價2900元 是嗎 然後Save 那它就自動呢 會create了一個Purchase 就是PU387 就入了倉 入了這個Number 就是2900元一卡 那你剩下的70卡呢 那當然如果你再有呢 你可以再Make a Purchase 那如果你沒有呢 你可以 就這樣Make a Return 給回去的 那意思是 那70卡呢 就退回去的了 然後Save 那如果這張單 Consignment等於Purchase加Return 去的Status呢 就會Close了 明白嗎 那還有是Consignment裡面 唯一一個有Close的Status 那意思就是說 這張單你跟它做一對數 Consignment等於Purchase加Return 明白嗎 那當然你都有一些Report去幫你的 你可以Run這個List ByItem 那當然你可以選擇Outstanding 的 知不知道Outstanding代表什麼呢 Consignment不等於Purchase加Return 那就是說 我想看回 有哪些未跟你的Suppire的對數 明白嗎 那又或者我只是想看某一個Suppire的 然後再Preview 那它就會逐張單告訴你 哪個Number 未跟它對 還有多少數在你那裡 那當然你可以用一個Dual Day 那就是可能有些單是一個月後 或者一個月內 你可以用一個Dual Day去找 會不會彈出來 到日期的時候 不會的 都要自己去引 都要自己引 那你可以Full這個Report去幫你 那這個就是Consignment In需要做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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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